这对新人刚举行完婚礼 不曾想下一秒 公主就被王子反手扔下万丈深渊 跑在下落的途中 由于树枝做了缓冲 女人最终才得以侥幸存活下来 可很快一道难题就摆在她的面前 由于跌下的落差实在太大 任凭她如何呼唤 也没有人施以援手 而更为恐怖的是 随着公主的逐渐深入 她发现这里竟还存在着一只凶猛噬血的可怕生物 才刚与其打了个照面 怪兽便二话不说地喷出炙肉骨天 说什么也要吃掉女人 得益于主角光环的加持 公主翠花最终从危机中成功生存了下来 而就在这时 她也正巧发现 自己竟来到了一个洞穴下方 为了能逃出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翠花二话不说便向着上方攀爬而去 可没曾想才刚爬到半腰 她的行动轨迹就被怪兽禁收眼睛 随着怪兽发出一阵怒火 女人直接被吓得开始跌落 跑在危机时刻 她立马抓住突出的水晶 这才从死神口中挽回小命 而幸运的是 凭借着过人的毅力 她终于成功爬到了最顶端 而在这里 翠花也顺利看到希望的曙光 本以为自己终于能够逃出生天 可很快现实就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看着眼前的万丈深渊 翠花吓得瞬间瘫软在地 就在她正准备迎接影恨西北的下场时 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马鸣声 女人这才发现 下方竟路过了几名骑士 翠花见状连忙大声呼救 可怎样声音实在太大 竟直接将怪物吸引了过来 好在女人立马闪到一旁 这才没有受到伤害 而这时翠花才惊讶地发现 那头恐怖怪物的真面目 竟是一只巨龙 看着她张开大嘴就要射出烈焰 翠花见状直接选择摆烂 可紧接着 从下方就传来一阵声响 巨龙被成功吸引 眼看女人已是囊中之物 她随即便调转枪口 先去收拾那群可恶的人类 而全然不知危机即将来临的几人 正前入进了巨龙的巢穴 而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来找寻公主的踪迹 由于让女儿成为祭品 父亲感到十分抱歉 可就在寻觅的见性 那头恐怖的巨龙 就从后杀出叼走了其中一人 接着当着他们的面 就从百米高空直接将其砸下 眼看队友就此隐秘 小黑下的转身就跑 可怎奈他还是低估了巨龙的速度 瞬间就被巨龙精准拿捏 当着队长的面就划破长风 直接摔落 不等男人反应过来 团队就再度失去了一元大奖 而这是他们才意识到 眼前的怪物和他们 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场合 听闻此事的巨龙瞬间暴露 他没想到区区人类 竟敢向自己夺取愿望 更可笑的是 持剑准备完毕的男人 竟还妄图是谁 巨龙剑状只是掠师小技 男人便被成功拿捏 而这凄惨的一幕 也被翠花镜收眼底 虽然父亲极有可能瞬间被杀 但自己冲上去也无计可视 翠花无奈之下 只能暂且躲在一旁 等待时机的到来 然而面对着恐怖的巨龙 弱小无助的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父亲 就这样葬身在巨龙的长相 不曾想发出的声响 竟让巨龙发现了自己的行踪 小美见状只好绕住而行 争取不让巨龙发现 可让人窒息的是 暴露却只是时间的问题 危急时刻 好在男人在一旁 及时发出声响 巨龙听闻瞬间被吸引而去 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男人就被巨龙发现 而就在他隐恨西北的同时 巨龙旁观一扫 只见翠花竟趁此间隙 已爬上绳索 正打算逃出自己的巢穴 这个举动惹得巨龙十分恼火 立马就振翅夺命而来 说什么也要让翠花葬身于此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女人已成功爬到了底端 等巨龙追至身后 再度喷出火焰 加以难解释 翠花却已顺利地逃了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